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纪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彭权七段 彭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这盘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位女棋手下的棋 她也是我们中国现在女子围棋的第一人 余之盈 余之盈这盘棋是直白对战Mast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对 我们的女子第一人 中国的小鱼同学 小鱼同学还是非常棒的 她经常把男子职业棋手都斩落马下 对 她赢过男子世界冠军也好几个 对 她赢男子任何一位选手也不是新闻 所以说她实力还是很强的 我们看到大飞手脚 然后挂了猜 这个也是马子特的一个标志性风格 之前可能更多的高手们会小飞手脚 为什么她要大飞手脚 我们以后再说 关键是小飞手脚好像 可能她觉得子肖有点问题 她可能也是喜欢速度比较快一点 对 她很讨厌以后的各种借用 这样的话 至少白棋的各种碰号战是出不了手 由于这个地方子肖大飞了 她要保留以后火脚 火脚的话再说了 主要是她这样骑速快 我觉得马斯特最大的特点是骑的速度快 特别是在布局 特别是在布局 而且布局你基本上很难抵挡 我看小鱼这个地方处理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走了一个时空 然后下一步骑 爬拉车以后 我觉得她继续爬 普通是跳 这么看她跳海上也没啥意思 主要这次已经有个子了 对 黑的拐挺有意思的 但是白的跳海上蛮无聊的 所以继续爬好像也不错 对 所以这时候一种显得爬 它意思就是你在长的话 它就脱下了 那这时候马斯特太不硬了 这地方其实已经是我们围棋高楼所说的 里面职业汽油所说的不毛之地了 我们看到你长 对方没有威胁了 对方肯定不走 至少是拆在这边 先知你 白的拔好了 没啥意思 这有什么意思 你只要整不死这个子 对吧 这出个头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人家以后这过来 好像也蛮无聊的 收过来 所以说这地方也没啥意思 没什么价值了 然后打住 把它跳 然后关键是这 对 关键是这个地方 对 然后 比起飞角 比起飞角 然后飞角的时候 可能这个 正常我们是会尖角 是吧 对 小鱼有点失误 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 而且他那个 次序走的也稍微有点失误 就是首先这个地方 还是我觉得尖角比较 尖角挺大 从事后来看 好像只能尖角 我觉得 就是他这样的话 他可能担心他出头 出头我们就让他出头 他出头 是不是担心这块棋 会受攻之类的 对 当时白棋挺是担心 以后被攻 这样他如果封住这个头 他想形成一个势力 然后 这不就不会被攻 以后利用这后数 还可以做些文章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就在这里了 我们后来告诉大家 看实战 他看起来就很美 就不起我觉得 对 形状非常的好 然后关于是下部这 他点在这的时候 我觉得心情就不是太好 对 下一部黑棋是直接加在这 他点在这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还没看出来 就是可能我们还蒙在谷底 就是 不挺挺开心的吗 不知道黑棋的想法 对 你想 干什么 我不是蛮厚的 这个棋 然后黑棋往回退 对 就这个时候 我觉得下部棋非常关键 下部棋它没有走以后 这个棋就陷入被动了 这个搬了场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刚刚说的是不毛之地 对 他可能觉得爬完以后 这地方要继续去攻击黑棋 其实我们把这地方简单给大家推给 如果是跳的话 我相信就没有起 我们会急着去贴了 其实贴笔刚才那个厉害 我们仔细看一看 你帮我可以帮你 我比那个厂好 这个有什么用吗 这个也断不掉 这扳四子头显得有点无趣 对 其实贴笔刚才搬了场厉害 但是如果是这样 我相信没有人去贴 他就暂时根本就不会往这响 因为黑棋不可能去披押这个地方 但是这样他就产生一个错觉 觉得好像搬是不挺有力量的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下棋就会这样 自己把自己晃晕了 但这只是错觉 对 这只是一个错觉 其实他这就不该下了 我觉得当务之急 他是应该补这边 补那边 我还以为搬这儿呢 搬这儿是不是看起来挺大的 搬这儿也挺大的 但是搬这儿被进脚 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有点落空的感觉 关于他活了以后 以后关于我们来看以后 关于以后这地方有问题 这怪棋不是后视 我们实战就能看出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他搭住的话 这棋并没有看出白棋落后 关于是他这就立不了 我们去我们看 立的话我们就挤他 这地方脚一被搜刮 黑棋白棋就彻底厚了 黑棋就反攻不了白棋 而且我们看到黑棋 还不知道怎么活呢 活得还挺痛苦 就是说我咬牙往前面拱 行吗 我们设想就是这样的 当你把脚吃住的时候 我们把你这个子留下来 当把这个子留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块棋就彻底厚了 其实后来小鱼 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严重性 问题的严重性 我觉得它应该靠脚 这个时候还是 把你拖先是一文手 而且主要是它拖先它走别的也行 我觉得 对这个有点小 它还不如飞个脚什么拆个边什么的 总之这步其实还太小了 然后黑棋现在立下来 非常的舒服的往下立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是最后的机会 就是它还是靠在这 现在靠在那儿 虽然已经是有点来不及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时候一定要防一波 它当转崩在鼓里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应该没有想到 对 它以为黑棋以为马克特下了大厂 确实这步棋很有迷惑性 我们看本来这步棋也是一个超级大厂 对 跟内部飞也不像上下 所以说它会觉得 我们两个在下大厂 你一步一步也挺正常的 然后当黑棋下出 后来这个套餐的时候 黑棋煎在这的时候 你只能煎 它只能看到白鞋就收工了 它在一肩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棋 很难很难移住了 或者说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已经顶不住了 正常你必须得堵 由于它就有了力 它一捅出去 这四个就不是说被拱了 已经快死掉了 已经马上就死了 再被加一刀就死了 就正常你一定要堵这儿的 但你堵这儿有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冲完把你给断了 你的这些牵手都来不及了 然后它由于这个子的存在 这地方暂时你下不去了 有一些手筋 但是意义不大 这个地方 就是它把你断完以后 你都来不及 然后你为什么我说 刚才要靠在这 你靠在这我们先出手 攻它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棋了 现在很遗憾 你这超有棋 你来不及了 杀棋也不够了 所以说你要保证 它只能是实战的 实战它点在这 对它刺一下 想间接防下这个断 但是 黑机没有理它 对 很遗憾 人家就出来了 对 关系是这个棋 出来的时候 其实蛮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 就是作为职业骑手来说 这时候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我觉得Mustle 这方面太强了 全局的这种大局感 我们看到这地方 你必须得走 你不走它这一段 我自己贴你都白下了 所以说 白机必须得补摄 补摄的时候 它就先帮你这吃了 那其中说 我不是把你这也吃了吗 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互相吃完以后 好像是其中不行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好像太胖了 因为那个空太多了 对 看起来是五个子 然后加一些虚空的话 我们给全部简单数一下 连到那边 至少是七十目黑器 连到这儿是吧 那光吃这一块 大概就是 接近六十目 就接近六十目了 我们看到 因为这地方 和这地方差不多太多了 看白起这一 这些都是 这些是浮云 反正它死不了多少 我们这个里面 它立完以后 主要就算没起 它以后大伸腿一下 我们看到 这是二十目 三十目 黑白起大概底部 在四十目多一点 那加这个最多有五十目 就是说这个大转换 黑漆至少赚了十目以上 对 你五十对七十 已经被爬二十 然后这边估计 我估计那三个 跟你两个差距不狠 那就是说黑漆 已经是二十目的优势了 那除以天目 它还有十几目 而且我们看到 关键是 为什么说 MASTER的全局感好 关键是 它这个七十目 它中间是有潜力的 它就压过来以后 可能就涨成九十目了 八十多九十 你还得花期去削它 其实就感觉上有点 落后的非常多了 所以MASTER 他非常擅长 一种大型的转换 他也喜欢下这种 对 你被他抓住一个机会以后 很容易就突然崩盘了 要我们去判断这个的话 我们觉得需要很多时间 可能你想半个小时以后 或者二十分钟以后 你能把这个事情想明白 这个转换 那个自己不行 就是我们人类 好像对这种特别大型转换 应该是有点恐惧 一般不会去愿意走 对 有时候宁可 稳妥一点 对 自己先不吓死 不跟对方转换 因为数不清楚 不知道 那个是吃贵的 还是占便宜 但是MASTER 他就对这种 就是大型转换 太在行了 毕竟是机器 对 我们再来给青萌 看你们 然后这时候 小鱼继续扩张 对然后他就给压 又是我觉得这样 又是好奇吗 白奇又绝望 因为压完就八十了 刚才是底部七十 这明显又长出十目 现在就八十了 接近八十了 然后他就把这地方跑了 我们看一下 他是 对他走在这 他把这块七一跑 然后我们看到这部七 我相信 我们就已经知道 局面的恶化的程度了 对 其实这能下这儿吗 对吧 是 就怎么跑去 根本就不知道 就把你断了 是 但是MASTER 就已经开始收兵了 我相信 其友们当看到 看到对方 下这次这种棋的时候 就一定知道 自己的形势 已经进入一塌糊涂的状态 要不然对方 不会下这种棋了 是 我们再来给其友们看几个 后来他是 对 看到他就 当看到这种棋的时候 他坚守不战 全部是你了 我觉得我通过看MASTER这些棋 我也是自己感觉生活非常大 对 我们看到 黑棋现在已经是进入一个 完全不跟你有交流的状态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先手便宜 其实这地方里面是有味道的 你想走就走吧 反正我都让给你 对 所以说白棋还得再补一手 然后当棋跳在这个时候 这个棋就基本结束了吧 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救了 其实加这40亩 加那边白棋也就是60多的样子 然后黑棋是不变的 那块棋其实还是没有变化了 加这已经80多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子 其实都是不知道在 都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 他反棋的话 没什么还都嵌着 而且这样跳完这块棋要活了 你要再围他就肩脚 一肩脚他就往里跳 这时候基本上跟刚才20分的优势 还是没有变化 好 那我们看到 这是又是一盘非常精彩的棋局 一盘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么一个大转换 对 就是一些细节 我觉得一招不胜 主要是可能忽视了 局部的弱点 以为自己形状已经好了 其实非常的遗憾 我相信棋友们看的 也是非常的过瘾 好 那这盘棋 现在我们就先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